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丈夫更是有名的玻璃大王 但是院穷丹除了在生意上的大手笔之外 私下的生活里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她是个富豪太太 也正因如此 此前大家不知道她本身的实力之实 常常猜测她是不是因为豪门生活不好过 才看上去那么朴素 多年来有关她婚变的传闻也屡屡不断 近日据港媒报道 十六届院穷丹与友人一起投资的超市 日前在香港开业了 由于院穷丹身处内地 所以她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了开业仪式 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超市的开业仪式举办得十分热闹 诸位股东们穿着西服一起参加烧猪仪式 而院穷丹则穿着粉色印花西服 头戴网纱贝雷帽 打扮得非常年轻 此外她的脸上还挂着精致的装颂 皮肤白皙通透 整个人看起来活力四射 上神完全想不到她已经58岁了 因为远在内地 无法出席新店的开业仪式 所以她巧妙地通过视频的方式现身 还亲自担当开业仪式的主持人 开业仪式结束之后 院穷丹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被问到究竟投资了多少钱时 她并不愿意透露 不过她坦言投资做生意 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前途 她认为疫情期间超市的生意非常好 所以很看好开超市的前景 这才决定出钱投资 除此之外 她的超市也是为了能够让街坊们 买到既便宜又好的东西 专注自己兴趣的同时 还能够帮助别人 她确实是个天才 据悉自从今年新年之后 院穷丹便返回内地工作 如今和老公黄乃洋 已经两地分隔了好几个月 因此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也被媒体问到 对此院穷丹笑着表示 有人问她是不是因为和老公两地分居 怕对方太闲了 所以开超市让老公忙起来 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她拒绝让老公帮忙代理生意 装两人财政独立 各有各的事要忙 而且现在她忙得不行 老公要是真的想她 可以来内地陪她 她觉得老公要是肯为她隔离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说起来院穷丹和老公黄乃洋 已经结婚18年了 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孩子 但是两人的感情始终甜蜜如初 有段时间院穷丹曾因为乱吃减肥药 导致情绪失控 一度打老公想逼对方离婚 但是黄乃洋对她却不离不弃 还帮助她照顾年迈的父母 在老公的照顾下 院穷丹也终于慢慢恢复了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老公是身家过亿的玻璃大王 家族产业遍布中国及美国 但是院穷丹却不愿意在家当父太太 最近几年 她不仅经常北上拍戏赚钱 还开展了许多红毒大业 原来院穷丹自嫁入豪门之后 事业心丝毫不逊色于老公 她自己还有好多生意要做 前不久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不愿意在外面吃饭 很多茶餐厅受到了影响 伤而时事造英雄 当问题出来的时候 谁能够解决问题 那么谁就抢占了市场商机 聪明的院穷丹也想到了 于是她想到了 做外卖料理包的生意 主打钥匙同源的养生餐理念 不过毕竟是一人出身 做生意并不是她的老本行 而且生意上的事情总是前头万绪的 她也实在是忙不过来 于是她请来自己的好朋友 正则是帮忙 料理包的生意还没进入正式的运营 她脑子里面又冒出了一个新的主意 于是就开了如今这间超市 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她又表示 之后还打算开美容院 有这么多生意在手的她 野心勃勃地表示 想要打造一个院士商业帝国 争取做成集团企业 当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院穷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更是扬言自己一定要成功 等到自己功成名就的时候 一定比老公还能赚钱 这样公开跟老公叫板 挑衅的行为也是相当可爱了 或许回到家之后 她的老公会问她一声 老婆你这么难干 难道是打算包养我这个 身价上一亿的富豪吗 事实上生活里的院穷丹 十分地接地气 去年八月的一天 十六姐院穷丹 在社交平台上进行直播 配文称在农村里务农 神们就才得知她回到了农村 干活务农 院穷丹务农的环境非常简陋 厨房的墙壁已经被烟熏黑了 颜色已久 地上的扫帚 桌子上的蔬菜 都是胡乱地摆放着 没有张法 地面都是灰尘 但是她穿着的红色短袖 却将场景 衬多得岁月静好 而她脸上也是面带微笑 似乎丝毫不在乎环境的好坏 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中 还有网友注意到 院穷丹的手上 带着一串碧绿手链 经查这条手链 只卖百元出头 不侵上人感叹 一个身家上亿的人 还能够如此洁减 真的是可见其神品了 而早期院穷丹 却曾因为自己耿直的性格 和看不惯别人的不道德 而葬送了自己的事业 她年轻时 其实长相十分的清纯 早期更是凭借着漂亮的面孔 出演了《少女慈禧》 云海与公园等多不喜 院穷丹五官甜美精致 宽隐聚 显得无辜可怜 弯弯的眉毛 一贫一笑 都和我们印象中的十六姐 相差甚远 几年的积累下来 她就成了亚式的古装美女 走的都是清纯月女的路线 可是这一切都被她看不惯 就开腿的镜子 生生给毁了 院穷丹年轻气盛 遇到那些喜欢恶欲奉承的化妆师 也一向看不惯 每次化妆 她都会自己戴个小镜子 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梳妆打扮 有一次剧组请来了一个大牌女星 化妆师直接从她手里抢走了镜子 还跑到大牌明星那里大现殷勤 这一幕可气坏了性格火爆的院穷丹 当下就发生了争执 当然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件 她也常常因为口无遮拦 不好管教 从而惹出负面新闻 可院穷丹从来都不会收敛自己的性子 依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2009年 院穷丹在一个节目中 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料 称娱乐圈乱搞男女关系 不仅提到了魔术贤猪手 还曝光了TVB四大荡花 搞得是满城风雨 这四个人各个都是港姐选美出身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这件事还传到了高层那里 就开始对她到处打压 原本能演女二号 到最后经常是演路人家 院穷丹青春育女的星途 也就此戛然而止 但是她性格天生乐观 没路她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时兄弟 是院穷丹在合约里的最后一部戏 当她得知自己很快就要失业了 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 虽然在这部剧中 院穷丹不再漂亮 甚至角色普通 仅仅饰演一个脸上有胎气的小丫鬟 个性使然 她依旧努力地站好最后一班岗 以至于她完全超水平发挥 这个角色被院穷丹演得极其生动有趣 也奠定了她的喜剧之路 1991年 院穷丹被陈家上导演一眼看中 邀请她来出演《桃学威龙》里的一名地理老师 孙杉戴着一副红旷眼镜 穿着普通的白衬衫和西装 但是她却凭借着一些无理头的神态 口吻 演绎出了不一样的喜剧风格 紧接着她又揭拍了陈家上的武状元素起儿 成了龟婆 自此院穷丹在喜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后来她又在九品芝麻关 大内密探零零发 审死关 十审礼 分别扮演不同喜剧丑角 婚见她还经常嫌自己不够丑 嫌化妆师太仁慈 就自己动手设计道具 不仅对自己的造型要求高 台词要求也高 其中一个像吵架风神的片段 让很多人至今记忆有深 据说这段台词是最难的 念起来像绕口令一样 刚开始怎么都说不好 抽星驰都建议她 不然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算了 可以向后奖的院穷丹又发剧了 就是那恩基一直的恩基 一直恩基了无数次 才把这一场景拍好 在香港电影的巅峰期 院穷丹一直成了影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丑角 也奠定了她名副其实的高校一姐的地位 就像是马汉全席也需要几瓣 南文的蒜来做配料 院穷丹顿时成了抢手的香伯伯 而这一次的磨练让她发现自己的不足 台词功底表现张力 书和更丑都成了她演艺路上的绊脚石 于是燕穷丹决定回电视台再重新打磨自己的演技 就在大家对她风投正盛 退出大荧幕表示惋惜时 她又一次躲过了香港电影的低潮期 或许她总是阴差阳错 亦或许她就是好运 2001年 她凭借风神榜中的殷尸娘 重新刷新了观众对她的认知 不同于疯癫 搞笑 夸张的喜剧角色 相反 这个角色几乎从头哭到尾 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悲情 可是燕穷丹却把这个角色演得有血有肉 整场下来没有用过一滴饮药水 还遏制自己没有看剧本不能进场 确保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凭借着这一份直说 燕穷丹最终逆风翻盘 但在那些年的辛苦奋斗中 有个男人却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百月光 1995年 一部僵尸道长 上燕穷丹和林郑英见识 虽然自下里 他从不缺优秀男人的追求 但是林郑英的一身正气 沉稳 都上燕穷丹一颗芳心暗许 要知道当时的林郑英年纪不小了 还离过两次婚 有了两个孩子 林郑英也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不敢与之交往 所以在片场一直避着燕穷丹 可是燕穷丹非但不脑 还越挫越勇 下班要在林郑英回家 片场要血寒问暖 如果说林郑英对燕穷丹没感觉 那一定不可能 可能更多的只是生性木讷 古板的林郑英不擅长回应罢了 果然在燕穷丹的疯狂追求下 两人最终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燕穷丹还搬家 前往林郑英的住处 两人正式统居 可是他们俩谁都没想到 这段感情那么脆弱 有一天林郑英突然向燕穷丹提出了分手 且没有招呼一声 就连夜班离了住所 之后就藏了起来 直到在狗仔挖出了林郑英 身患肝癌的消息之后 刹那间 燕穷丹如同晴天拼雳 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于是他推掉了手头上所有的事情 专心在病床前守着林郑英 陪他一起抵抗病魔 可尽管如此 林郑英还是走了 享年四十五岁 在葬礼现场 劝穷丹哭成了泪人 披麻带笑的 以未亡人的身份 陪他走到了最后一程 并在葬礼现场 放出了一句狠话 终身不嫁 这一举动可急坏了他的母亲 好在最后在母亲和亲朋好友的联合劝说之下 他才逐渐从这段情商里走了出来 开始接受新的生活 这一拖已经是九年之后 2004年 41岁的怨穷丹 嫁给了黄乃洋 黄乃洋号称是玻璃大王 英年才俊 也是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 更重要的是他很温柔 两人婚后 他心疼妻子怀孕风险高 就一直不舍得让怨穷丹生孩子 兜兜转转 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多年风雨 却至今无子 坚实坚实 怨穷丹依旧被丈夫当成宝 宠上了天 也依旧能够追求自我 潇洒地活在萤幕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